格子呢,作为正宗英伦风的代表,英国王室也很钟爱这种款式的服装,王室上下,不管男女,都曾经穿格子装,先看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装扮,女王也是她配高手,一般喜欢用同色款头巾,来搭配不同颜色的格子呢。 在英国,格子裙和苏格兰风低,威士忌一样,能够成为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骄傲,苏格兰短裙是十分正式庄重的服装,只有在婚礼或者其他较为正式的场合才穿,方格短裙所代表的,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服装,而是古老的苏格兰文化的标志。 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,也曾经穿类似的裙子,小时候的查尔斯查尔斯和戴安娜出席活动,王室有自己的巴尔曼格格子,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,在1853设计的,灰色,红色和黑色格子,这种格子为女王专属。 少数王室成员经过女王的首肯,也可以穿这种,卡尼拉也穿过这种格子装,不过比起戴妃,差的不是一点点两,威廉和凯特也有自己真属的格子款式,他在很多场合,都戴过这种款式的围巾,凯特在不少场合也穿过格子装梅根,也穿过,但真正把格子装的风格,发挥到极致的,应该是戴妃了。 他穿着的款式,色彩真多,应该是王室第一了吧。